爸爸出差,带回来一个女孩,让我好好对她 结果第二天,她靠在哥哥身上,污蔑我欺负她,要哥哥给她做主 我和哥哥对视一眼,哥哥帮我捉住她的胳膊,防止她逃跑 我则一巴掌扇上去,一个私生女孩这么嚣张,没叫养的东西 爸爸出差回家,回家之前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给我带礼物 我和哥哥面面相去,一个亲情淡薄,没经过一天当父亲责任的男人,竟然要给我们带礼物 看着爸爸身边伸两苗条,长相我见有脸的女孩,我冷笑出生,养在外面18年的私生女 果然是个好礼物,爸爸看我一脸瞧不上那女孩的样子 就没道,你妹妹在外面没名没分的活了18年,如今也要认足归宗了 今晚晚,你和妹妹要好好相处 我看着眼前这个长相酷似杀死我妈妈凶手的女孩,拳头紧紧握住 一边的哥哥亲壳,我转头和她对视 得到了她的眼神示意,我直接爆发 我上去就删了那女孩一巴掌 因为之前学过空手道,这一巴掌打得又响又很厉 把这个私生子直接扇倒在地 我冷笑道,小三的孩子还想让我好好照顾 我给他施舍点剩饭就算恩赐了 流着肮脏血的剑种,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 对我用这种话侮辱,那女孩捂着脸坐在地上呜呜的哭 爸爸还没来得及发怒,我就被哥哥推倒在地 顺带打了一巴掌 哥哥对我怒道,记完完,你竟然敢和爸爸对着干 目无尊长的东西 我爹坐在地上,一脸不甘的看着哥哥 爸爸却对哥哥很满意,拍了拍哥哥的肩膀 转过脸看向我的时候,却面若寒霜 为了补偿你妹妹,我把你妈名下的股份都给记轻轻了 这次就算了 从今往后,要是再敢欺负轻轻,我就要你好看 说完,爸爸甩身就走 记轻轻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冢起的右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跟着爸爸走了 看到人走了,哥哥想来扶我 我拍开他的手,一咕噜爬起来 哥哥焦急地查看我的身体 刚才推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边整理衣服边摆手,没有没有 地毯后的要命,我什么事没有 反倒是那个季轻轻,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尾椎骨估计都要窝断了 哥哥扑吃笑出声 保姆阿姨叫我们过去吃下午茶 春日午后的阳光温暖明媚 哥哥端起杯子喝口咖啡 看到二楼围着爸爸转的季轻轻 俊朗的脸上滑过一丝轻蔑 小三的女儿,只会围着男人打转的东西 还配拿我妈妈的股份 我嘴角勾起微笑,轻声道 哥哥,你要学会忍耐啊 毕竟要把她弄死,你要出很大力气呢 说完,我们相视一笑 接着享受风雨前最后一段安宁的时光 我和我哥继灵是同母所出 母家在没落前是金城数一数二的大户 妈妈是他们家的独女 却识人不输,看上了我爸这个穷鬼 我爸靠着妻子发家 却在母亲并威时出轨,气死外公 他甚至还抢走了妈妈留给我们的财产 送给小三 好在那个小三早死 只留下了季轻轻这个私生女 本来我们计划的是等哥哥彻底掌权 再去收拾爸爸和季轻轻这两个贱人 没想到爸爸这么没有耐心 还没等季轻轻稳固好自己手里的财产 就急着把她送进季家 这下虽然计划需要提前了 但是我和哥哥却会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拿回来 只不过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需要一点小小的计谋 季轻轻果然傻得可爱 自以为自己是女主角 大家都应该无条件对她好 因此哥哥对她宠爱有加的时候 他既然没有一点警惕 还十分享受 季家靠着媳妇发家之后 爸爸自以为功成名就 就开始一点点放松对季氏的管理 直到近几年 哥哥几乎已经全面接手季家的生意 成了京城豪门之间默认的掌权人 人先和有我和哥哥 一起出席豪门之间的各大酒会 季轻轻看我穿着漂亮的晚礼服 戴着豪华的首饰 羡慕又嫉妒 于是就向哥哥撒娇 说自己也想去 我为此大闹一番 更加坚定了季轻轻想要插足的想法 最后还是爸爸出面 斥责我不懂事 不知道让着妹妹 于是让保姆撤了我的服饰 全部送给了季轻轻 季轻轻自以为大获全胜 像只赢了的斗鸡似的挽着哥哥 我一脸同情地目送他们离开 心里为哥哥点辣 季轻轻出身事情 哪怕有于我匹敌的外貌 也学不来我从小养成的带人接物的习惯 更别说走路的仪态 用餐的习惯和交易舞的跳法 这些他通通不会 他怎么敢和我争 于是在两个小时之后 我的闺蜜发来消息给我吐槽 寄完完你哥脑子没进水吧 把你们家那个私生女放出来干嘛 他啥都不会 刚才跳舞的时候还踩了我的脚 我看着手机 吐哧一声笑出来 我都能想象出来 季轻轻那副笨手笨脚 无所适从的样子了 晚上11点 哥哥带着季轻轻回家 刚进门 我就被红着眼睛的季轻轻狠地瞪了一眼 我一脸无辜的怂怂肩 哥哥拍拍我的肩膀 眼里那点幸灾乐祸都懒得藏 本是富二代的 全在今晚炸锅 大家都知道我和这个私生女妹妹关系不好 嘲笑她的时候都不避着我 我曹操扫了一眼群里的消息 和我猜测的没错 季轻轻果然过去之后就开始出丑 她和谁说话对方都是彬彬有礼 但是往往都是寒暄两句就离开 我暗暗发笑 废话 一个私生女 还想让眼高于鼎的少爷小姐们对你热情 在后来跳舞的时候 哥哥被生意伙伴邀请着去包厢商谈项目 季轻轻就被留到了舞池 然后她因为不会跳舞 踩了每一个和她合舞的男伴 交换舞伴的时候还踩了我闺蜜 闺蜜送溪当场阴阳怪气 某些人 轮不进去的圈子就不要硬拢 搞得自己和小丑一样 有意思吗 季轻轻当场就红了眼 等哥哥回来 她还不敢告状 生怕哥哥觉得自己表现不好 下次不带自己来 京城的交际圈就这么大 好不容易来了个新角色 等嘲笑完 无聊的少爷小姐们就开始扒她的身份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季轻轻的祖宗十八代都快被挖完了 第二天上学 季轻轻早早起床 化着淡妆坐在餐桌上吃饭 我踩着点来餐厅 看到哥哥一脸贴心的给季轻轻包橘子 季轻轻接住吃掉 翻得差点失去表情管理 我强忍笑意 看到哥哥背过身去 幸灾乐祸的笑纸都止不住 等我吃完饭 门外的司机打开车门 送我和季轻轻去上学 爸爸为了补偿季轻 把季轻轻转学转到我们学校 吩咐季轻轻好好学习 就接着去会所浪了 豪车的隔板缓缓升起 季轻轻一脸挑衅的盯着我 昨天我去酒会上 那些豪门的少爷和小姐都很喜欢我 都和我说话呢 好多少爷都请我跳舞 这是姐姐您享受不到的待遇吧 我对着车顶翻了个白眼 抽出今天的法语报纸看起来 我的妈妈年轻时在法国读设计 因此很希望我也学会法语 每天都坚持让我看法语报纸 久而久之 管家也养成习惯 把法语报纸放在车里 季轻轻看我这样 也不甘示弱地拿起座位上的报纸 看不懂硬看 我吃笑出声 却没出言讽刺 到了教室 我坐在位子上 看着季轻轻笑容满面的自我介绍 等介绍完 老师给她安排座位 教室里只有顾长青的座位是空着的 老师犹豫不决 还在想要不要重新搬张桌子 因为顾长青是我的未婚夫 而季轻轻是季家的私生女 按照一般玛丽苏的小说来看 他们两个凑在一起 怎么也会搞出点故事来 季轻轻知道顾长青的身份 马上自告奋勇 老师 我就和这位同学做吧 老师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反对 只能点头 若微的同学们 看到季轻轻一副迫不及待 往上扑的样子 心里都多了几分厌恶 我神色自若 拿笔记出来复习 任凭季轻轻的顾长青 顾长青生性冷淡 却出乎意料地 对季轻轻耐心十足 一个上午下来 季轻轻对顾长青的称呼 已经变成长青哥哥了 宋希看我不仅不慢地 干自己的事情 刚开始还有些替我着急 再后来却若有所思 我就这样当缩头乌龟 当了两个星期 直到经济学课的小组作业 季轻轻抢了我的位子 硬是要跟顾长青一组 我冷笑一声 从座位上站起来 揪住季轻轻的马尾 把他拖进厕所 若微的同学都在看热闹 和我关系好的 还悄悄起身 挡住了想要多管闲事的男生 我专门选了个 没有还没打扫卫生的坑位 把季轻轻丢进去 季轻轻尖叫 记完完你这个贱人 你就不害怕长青哥哥找过来 我冷笑一声 抬手赏了季轻轻两个巴掌 长青哥哥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 叫得这么亲密 果然是你那个贱种妈生的 当小三都是家族遗传啊 季轻轻还想反抗 对我一脚踹坐在坑位上 校服灯时就湿了 你的长青哥哥现在不在 让我好好教教你豪门的规矩 宋希一脸嫌弃的 拿起半满的垃圾桶 刚想往季轻轻身上道 就被赶来的顾长青喝住 季婉婉 你放开你妹妹 我转身 看到顾长青西装革履的 姗姗来迟 胸口上还挂着 学生会会长的工作牌 季轻轻看到她来 哭得梨花带雨 顾长青心疼地扶她起来 随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没想到你这么善度 我只不过是看 青青过了18年的苦日子 心疼她 你就处处为难她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如果还有下次 那我觉得 与其娶你这个蛇蜆美人 还不如娶清青 说完 顾长青扶着季轻轻离开厕所 留下我和宋希 临走的时候 季轻轻瞟了我一眼 眼里都是胜利者的笑容 而我也如了她的愿 摆出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等两个人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我和宋希才松了口气 宋希常常伸的伸了个懒腰 笑嘻嘻 季轻轻刚才被你踹到厕所里 身上粘了好多脏东西 顾长青离她这么近 那不是衣服也脏了 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瞬间被恶心到了 下次打她的时候换的地方 恶心死了 季轻轻最后还是和顾长青组队 完成了经济学的作业 不过老师还是给了季轻轻低分 因为她看出来 整个作业都是顾长青写的 季轻轻不过在滑水罢了 金发碧眼的经济老师 若没看着讲台上的顾长青 顾 你和婉婉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 为什么不合作了 你现在的组员很糟糕 并不能和你的思维同频 老师说的是法语 季轻轻听不懂 一脸茫然的站在顾长青旁边 台下的少爷小姐们 却都笑出声 转身看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我 我面无表情 好像他们说的不是我是的 顾长青无言以对 只是垂下眼睛用法语道歉 我很抱歉 搞砸了这次作业 老师看了一眼 站在旁边楚楚可怜的季轻轻 叹了口气 白手让他们下去 宋熙坐在第一排 看到老师给了季轻轻最低分 老师一边打分 一边用低声嘀咕 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 不喜欢有能力的伴侣 非要找个漂亮的花瓶 宋熙扑吃一下笑出声 季轻轻在下面一脸愧疚地 给顾长青道歉 顾长青揉了揉她的头发 反过来轻声安慰她 季轻轻自从上了学 就一心扑在顾长青身上 放学连作业都不写 就钻进厨房里 给顾长青烤饼干 我所在的学校 虽然是国际学校 但是校方却对学生的成绩 要求很严格 再加上豪门的孩子大多努力 文化课和特长两面开花 季轻轻本身文化课基础就差 来了学校之后又不听课 一场期中考试 直接把她打回原型 她的成绩 甚至比那几个平时 逃学飙车的二十足还差 作为恶毒反派 我当然要把这种事情传出去 五分钟之后 校园墙上出现了一张 打着马的成绩单 由于上面的分数低到离谱 刚发出去 就引得无数人为官 海城豪门子弟之间大多相识 再加上宋希故意放出消息 不议会就套出来成绩单 是季家的私生女季轻轻的 评论区码上又贴出我 几步第一的成绩单 都是季家人 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私生女就是私生女 连智商都比不过季家大小姐 听说她和顾掌轻坐同桌 连累的顾掌轻的成绩都变差了 顾掌轻为了带她这个菜机 经济学小组作业分数超级低 这次跌到几步十几名 我看着飞速上升的评论 满意的笑了 成绩单以邮件的形式 发送到了每位同学的邮箱里 季轻轻拿到成绩单后 又刷到了帖子 红着眼睛跑来和我对质 季婉婉 你为什么要嘲笑我 还把我的成绩发到网上去 周围的学生都停下笔 默默的看热闹 我看了她一眼 瞧起没笑道 你自己成绩差出天际 还不让我说了吗 有时间来找我对质 还不如把你自己成绩搞上去 别一天光围着男人转 季轻轻气红了眼 却找不出回对我的话 顾掌轻上前安慰她 她马上柔弱地 靠在顾掌轻肩膀上哭 我阴阳怪气 真和你那个当三的妈一模一样 变种生下了小畜生 季轻轻闻言 甩开顾掌轻的手 转身拿起桌子上的美工刀 就要划我的脸 顾掌轻动作更快 劈手夺下来扔到地上 季轻轻诧异地看向顾掌轻 却见她面不改色地 砸了我放在桌上的平板 我说过没有下次 你和清清是姐妹 却这么侮辱她 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是时候和你退婚了 记晚晚 顾掌轻面若寒霜地说完 拉着季轻轻转身离开 季轻轻被突如其来的胜利砸晕 愣愣地走了 顾掌轻为了一个私生子 要和季家退婚的新闻 很快传到季家 爸爸匆匆从会所回家 小心翼翼地去顾家打探消息 顾夫人微笑着接待了季父 优雅地吩咐身后的庸人 给客人上茶 我们掌轻确实和季家的大小姐 没什么感情了 但是季家二小姐温柔娴淑 很是讨得我的喜欢 这下季父才放下心来 接着不着家的四处享乐 季轻轻从季父嘴里套到消息 骄傲得不得了 安安欣欣地带着几个狗腿 去最近的商场 封了式的进货 我窝在花园里喝下午茶 一边的哥哥边包柚子边嘱咐我 下次骂他的时候记得悠着点 这次要不是掌清动作快 那美工刀就要落到你脸上了 我冷笑 我一看到他就想起他那个贱人妈 是真心忍不住 哥哥的动作一顿 我接着说 当时妈妈都下病危通知书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适配的渗源 却被那个贱人一把夺去 咱们跪在地上求老头子和主治大夫 结果他说那个贱人肚子里怀着他的肿 所以这个甚他非一致不可 结果妈妈硬是被熬死 那个贱人却一点是没有 还生下了个儿子 甚至还想登堂入室 当季家夫人 一个被妈妈资助走出大山的女学生 却背信弃义 爬了爸爸的床 真是不得好死 哥哥把柚子包好放在我手边 安慰道 至少现在他和他儿子 已经被咱们设计的车祸撞死了 只剩下季青青和老头子 就好办多了 顾夫人说到做到 周末专门开了酒会 宴请四方宾客 宣布顾长青和季青青订婚的消息 开宴之前 季青青满面红光的 挑着品牌方送来的衣服 看到我一脸阴沉的下楼 还笑着招呼我 姐姐来了 今天是我和长青哥哥订婚的日子 姐姐也可以来帮我玄玄礼服哦 我冷笑一声 趁着周围没人 抄起桌子上的卷尺 就把他绑了 季青青为了维持自己娇弱的外观 断石断水 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迎着他惊恐的眼神 微笑着观察他 你再挑起我怒火这方面 倒是很在行 不如把你舌头拔了 送给我 好不好 季青青一脸恐惧地看着我 身后的哥哥看到我和季青青纠缠在一起 强硬地把我们分开 对着我怒目人睁 季晚晚 你不知道妹妹马上就要和长青订婚了吗 你自己没把握住机会 就去嫉妒你妹妹 我赤红眼睛 尖叫出声 我才是季家的大小姐 和你一个妈生的妹妹 你为什么要偏心这见重 哈 第一声 哥哥给了我一巴掌 面若寒霜地说道 什么一个妈生的 只要是爸爸的孩子 就是我的兄弟 我对视不对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着 一边的保镖上前压住我 我被压在地上跪下 只能听见哥哥的声音 你今天就不要跟着去酒会了 待在地下室反思你的过错 等到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出来 我被压走的前一秒 我微微抬头 余光宇看到楼上爸爸满意的神色 我垂下眼睛 掩盖住眼底的讥讽 哥哥让人把我关在地下室 却没收走我的手机 我看着宋西 给我实时播报酒会现场的情况 顾妈妈拉着季青青的手露出微笑 顾掌青和季青青对视 从偷拍的角度 竟然有几分寒情默默 我面无表情的按捏手机 起身去地下室的杂物间 在妈妈去世之后的大半年里 地下室是我常住的地方 当时哥哥被送去寄宿学校 而八岁的我被留在别墅里 被迫看着爸爸带着不同的女人 回家颠缆捣缝 我因为母亲的离世噩梦缠身 经常半夜哭叫着醒来 扰了爸爸的兴致 然后我就会被丢到地下室 地下室里放着妈妈的遗物 对于别人来说阴气森森 对于我来说却很温暖 我打开杂物间衣柜的柜门 睡在衣服上 一股冷香萦绕在我鼻盘 我睡了这几个月来的第一个好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柜门被人打开 我迷迷糊糊地想起身 却被哥哥连着被子打横抱起 季青青留在顾家过夜 老东西却会所逍遥 不用担心 我安心地沉沉睡去 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我下楼吃饭 哥哥递给我一个木盒 我打开 里面是古朴漂亮的玉琢 我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顾家的传家宝 我抬眼看向哥哥 哥哥淡定道 昨晚顾阿姨为了演戏演得真一点 给了季青青一条赝品手镯 说是顾家的传家宝 他把我叫到佛堂 说你才是他认准的儿媳妇 让我把这条真品带回来 我把手镯拿起来 下面压着一张黑卡 哥哥接着解释 下面这个是顾长青给你的 说他害怕你以为他会假戏真做 就把他的全部资产都上交给你 表明他对你的一片真心 我扑斥一下笑处声 收起盒子和哥哥道谢 拿起筷子吃饭 季青青一直到下午才回家 我正在客厅给花瓶里插花 他穿着无袖长裙向我走来 手腕上还戴着那条赝品手镯 他假惺惺的向我笑 拿起一只胎的正好的话 姐姐真是好兴致 只不过玫瑰代表爱情 姐姐刚才痛失所爱 用这个不太合适吧 我冷笑一声 想过花朵 这是薔薇 蠢货 说完 我丢下脸色难看的季青青 镜子上楼 之前我挑衅季青青 是因为他刚来顾驾 手里又握着妈妈的股权 警惕性很高 为了让他更信任感激哥哥 放松警惕 我不得不扮演一个唱黑脸的角色 再后来我上手抽季青青 是为了让季青青 对我产生逆反心理 让他为了报复 我去接近顾长青 和顾长青订婚 现在我的目的达成 就没必要对着这样一个贱人 耗费心力了 我照常上学 身边恭维我的人 却慢慢减少 几个小门小户的人看我失宠 马上转身去巴结季青青 和他走得不近 日子就这样到了高三毕业 毕业舞会当晚 顾长青单膝下跪 和季青青求婚 我坐在台下 穿着简单干练的西装 一脸淡漠的 看着人群焦点的他们 季青青感动得热烈盈眶 点脸点头 正要戴上戒指的时候 季家的司机破门而入 一脸焦急道 季小姐 季小姐不好了 老爷他在会所里晕过去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 知道内情的人 都在和不知道的人分享 季青青他爸贪财好色 已经连着几年 都泡在会所里不回家了 是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家在会所里有股份 他都是我们家的VIP了 而且你是不知道 季青青他妈 是他前妻资助的学生 两个人看对了眼 早勾搭上了 季青青被说得脸色铁青 但是看到旁边脸色 同样不好的顾长青 连忙陪笑道 长青你别听他们胡说 爸爸肯定是出门应酬才晕倒的 我这就去看看 说着 季青青就狼狈离场 跟着季家司机 匆匆去看老东西 我和台子上的顾长青 交换了个眼神 我微微一笑 向他举杯 随即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老东西常去的那家会所 其中80%的股份 被我秘密收购 现在里面几乎都是我的人 因此在他常喝的 酒里加点东西这种事情 还是很好办到的 哥哥去苏城出差 我又消失不见 全家只剩在季青青 焦头烂额的 给老东西收拾烂摊子 顾阿姨听闻此事 给季青青打了通电话 委婉地告诉季青青 顾家对外的企业形象 高大正直 放弃正房的大小节 而去迎娶私生女 已经是极限 如果继父再爆出 这么不光彩的新闻 那他就要好好思量 他和顾长青结婚的可行性了 季青青慌了 能拍上顾家 是他努力了很长时间的成果 为了能陪顾长青 他甚至没有选择出国镀金 反而是选择了 京城一个并不好的大学上学 他不能因为一个常年 泡在酒色堆里的父亲 而放弃未来 因此在老东西醒的时候 季青青第一个冲进病房 勒令他不许再去会所 继父看着自己 一手栽培出来的私生女 冷笑 怎么 季青青 你以为你拍上顾家 就可以来对你老子发号施令了是吗 季青青攥紧拳头 忍着怒火假笑道 爸爸 我马上就和长青哥哥结婚了 您再忍上几个月 可以吗 继父这几年在会所里抛着 里面的人对他都是百依百顺 他哪里还听得这些忤逆他的话 哼的一声 旁头的玻璃杯被继父砸在季青青脚下 碎片划伤了季青青的脚背 别我滚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老子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 季青青被赶出房间门 门外一个化着浓妆的女孩看他出来 飘笑着进去 进去没过一会 病房里就响起了女孩的娇喘 和男人油腻的喘息 季青青闭上眼睛 强忍着怒意拨通了某个电话 低声道 我想向你买点东西 对 就是能让人无声无息死掉的那种 一边说着 季青青拿起放在座椅上的包包 离开医院 我站在季氏的总裁办公室 季青青打电话的声音 顺着包包夹层的窃听器传过来 我和坐在椅子上喝茶的哥哥对视 相视一笑 我们卧薪长胆快三年 现在终于可以收网了 两个月之后 季氏老总突发脑出血身亡 留下巨额财产给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女 让人惊讶的是 季氏老总的遗嘱里 将手里的股份平分 一半给了哥哥 另一半给了季青青 营销号门纷纷八卦 有的说正房所出的两个人 会对私生子赶尽杀绝 有的则说 明明季家大公子和私生女关系极好 应该会对自己亲妹妹下手 在这个紧要关头 季氏的前人工突然站出来 举报季家偷税漏税 并且挪用公款 请求税务局严查季氏 季家算是京城里纳税的大头之一 闻言 税务局马上带人封锁季氏大楼 一时间季氏股价大幅波动 就等着查出证据来大跌 季家上下一时间焦头烂额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 我消失了 涉及自己的利益 季氢氢也很着急 看着焦虑的哥哥着急道 哥哥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季家的财产 不能刚到我们手里就缩水呀 哥哥也很头疼 我手上的股份 不足以彻底支配季家 现在很被动 季氢氢犹豫 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的股份 转交给哥哥 那哥哥在季氏 就占有80%的股份 他不舍得 但是他也没有扭转乾坤 让季家起死回生的能力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双修长温暖的手 搂住他的肩膀 顾长青低沉好听的声音 传到他的耳朵里 轻轻 你去签股拳自愿赠予的合同 帮你哥哥度过季家这难关吧 你哥哥的人品 你不是不知道 他不会害你的 更何况 哪怕他失败了 顾家也是你永远的后盾 季氢氢被搂住 眼里闪过一丝挣扎 随后绷紧的身体 一点点放松 好 我相信哥哥 我签合同 说完 他转过身搂住顾长青的脖子 娇笑道 那如果失败了 长青哥哥要养我一辈子哦 顾长青弯起嘴角 冰冷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当然了 我的宝贝 季氢氢花了三天 走完所有合同 不仅将继父遗嘱中 给他的股份转赠给继琳 还交还了原本属于我们母亲的股份 顾长青为了表示 自己要和季氢氢同甘共苦的决心 请求母亲在顾家大宅 为季氢氢过了盛大的19岁生日 季氢氢作为顾长青的未婚妻 登上了京城各大娱乐板块 她在感动之余 将季父送给她一别墅的古董 和顾长青共享 有些古董珍贵到不可估价 一时间 媒体都在赞颂他们之间的爱情 我坐在季氏研发部的办公室里 看着季氢氢笑叶如花的脸 便无表情地关上电视 旁边研发部的部长心惊胆战地看着我 我神色冷淡 我们再来测试一次新产品 这次的产品 一定要在季氏恢复销售之前 做到完美无缺 这段时间就辛苦大家了 年终奖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税务局查来查去 竟然没发现季氏的一点缺漏 到最后 那位前员工自首 说自己被开除后心有不甘 于是拿出假证据来诬陷季氏 而季氏第一时间报警 表示要和那位前员工走法律程序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哥哥因为拿到了季氏80%的股权 发号施令无人阻挡 很快就稳住了季氏的股价 与此同时 季氏发布最新产品的预告片 产品本身自带的黑科技和实用技能 勾起了无数消费者的兴趣 一时间 季氏的股价竟然还有了上升趋势 季氢氢在季氏的庆功宴上 喝得鸣鼎大醉 错过了季氏的新品发布会 所以 她不知道新品发布会的主持人 正是消失了快一个月的我 这一个月里 我带着研发部攻坚克南 为季氏研发出的新产品 做了完美的收尾工作 发布会上 我穿着西装 挽着干练的马尾 拿着翻页笔 在舞台上侃侃而谈 面对大家对新产品的质疑 我微笑着对答如流 引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于是等到季氢氢酒醒 看到的就是媒体 对我大肆的报道 季氢氢在季家待了三年 比刚来的时候机灵了不少 马上打车到即使 我早有预料 早早和哥哥等在总裁办公室 季氢氢冷笑着进门 把刊登着我召开发布会 新闻的报纸摔在桌子上 质问道 季婉婉 你不解释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喝了口咖啡 对他微笑 季氢氢 你还记得你和我第一次见面 我对你说过什么吗 季氢氢皱眉 看表情 应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笑着起身 一步一步走向他 我说 小三的孩子还想让我好好照顾 我给他施舍点剩饭 就算恩赐了 流着肮脏血的见种 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 听我说完 季氢氢猛地喘了口气 抄起桌子上的花瓶 就要砸向我 结果被坐在老板椅上的哥哥 死死握住手腕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哥哥 委屈道 哥哥 你怎么也帮着这贱人 季氢轻笑着甩开他的手 抽出桌子上的湿巾 嫌弃地擦擦手 别叫我哥哥 小三生的见种 不配这么叫我 看着他眼眶通红 哥哥笑道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想法吗 我的想法和婉婉一样 你那个贱货妈 明明是靠着我妈妈 才走出大山的 却恩将仇报 爬了我爸的床 生下你还不知足 明明自己没病到 一肢肾脏的程度 却为了抢我妈妈的活路 硬是要换身 我和婉婉 跪在ICU门口 跪了一晚上 求着你们给我妈妈条活路 当时婉婉才八岁 膝盖上跪的都是瑜伽 而你却在十八岁 心安理得地 踩着我母亲的尸骨 登堂入室 还享受着我母亲的骨粪 凭什么 季轻轻被哥哥逼问地 节节败退 憋坐在地毯上 我冷笑道 说到底你就是个蠢货 既然会相信 我们会对杀母仇人的女儿 和颜悦色 我们唱上几年的黑白脸 你就乖乖地把骨全都吐出来了 谢谢你呀 季轻轻 话音刚落 警察就破门而入 在季轻轻的手腕上 烤下手铐 季轻轻女士 有人报警说 你下毒害死了你的父亲 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说完 他们不顾季轻轻的挣扎 强行把季轻轻押走 门外都是我匿名请来的 娱乐小报的记者 季轻轻被靠着出门的时候 闪光灯响起 照得他无处可逃 季轻轻拒不承认 自己犯下的错误 但是卖给他要的人 为了减轻罪行 一五一十的全招了 直到继父的尸检报告出炉 他才认罪 在我的事意下 原本沉压在季家十几年的新闻 因为这件刑事案件 全部被犯出来 从妈妈资助女学生 到女学生爬床 再到抢夺肾员 妈妈去世 继父吞掉外公的财产 最后到继父 带着养在外面的私生女回家 享有和我们一样的待遇结束 一时间 微博上的热搜 都和季家有关 恩将仇报 建立妄议 吃绝户 小三上位 纠占雀巢 无数难听的词 被安在那对狗男女身上 封城十几年的秘密被揭开 却已经误视人非 我坐着季家的豪车 在三年之后 第一次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顾家大宅门口 我手腕上 带着顾家的传家宝 被顾阿姨抱在怀里 久违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 顾阿姨心疼地摸着我的头发 好孩子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我眼里带着泪花 反抱住顾阿姨 顾阿姨和我妈妈 是从小到大的好闺蜜 从小看着我长大 听到我要为王母报仇 她二话不说 就答应要帮我 一番寒暄之后 我和顾阿姨一起进屋子 顾长青端着我最喜欢的点心 眉目含笑 晚晚欢迎回家 顾阿姨看着我害羞的样子 笑着催促我 快去呀 傻孩子 这傻小子 等了你好长时间了 我红着脸 扑到顾长青怀里 顾长青把点心放下 紧紧地回报住我 一南亭 终将在我的努力下和解 万事终将如我意 莫道春光南蓝曲 浮云过后艳阳天 我也要走向我的艳阳天了 翻爱篇 后来 我和顾长青去见了季青青 她戴着手铐 看到顾长青的时候 还戴着一丝惊喜 看到她身后的我 表情马上转变为愤恨 记婉婉 你来干什么 我的热闹你 还没看够是吗 我靠在顾长青身上 亲了一口她的脸 干脆利落地表明来意 顾长青被我亲的脸色一红 却没有躲开 纪青青愣住了 之前她想和顾长青 亲密接触的时候 每次都会被她推开 她问顾长青为什么 顾长青对她道歉 说自己有洁癖 暂时接受不了亲密接触 看着婉着记婉婉 一脸耐心的顾长青 纪青青有一瞬间的迷惘 难道顾长青的洁癖 只是嫌弃自己的借口吗 顾长青看着 纪青青盯着她发呆 就没道 你给我的那栋别墅的钥匙 我送给婉婉了 那本来就是婉婉妈妈的东西 你拿着名不正言不顺 现在就当物归原主了 说完 我挽着顾长青对纪青青笑道 我还要谢谢你当初勾引顾长青 不然我也不知道 美男记这么好用 你应该不知道吧 顾长青和我是青梅竹马 怎么可能被你三言两语就撬走 而且顾阿姨根本没看上你 她给你所谓的传家宝 就是个赝品 和你本人还挺般配的呢 真正的正品在这里呢 我抬起我的手腕 对着她笑眠眠的摇了摇 看着纪青青彻底待在原地 我笑了向她摆摆手 和她道别 对了 我还要感谢你帮我解决了那个老东西 谢谢啊 你和你妈这辈子造了这么多年 剩下这几十年 你就在里面采缝任机赎罪吧 说完 我挽着顾长青的胳膊转身离开 边走边抱怨 这里真的好冷 阴森森的 顾长青无奈道 你从小未寒 叫你多穿衣服 也不肯 你先穿我的外套吧 纪青青跌坐在椅子上 脸色一片灰白 探天时间结束 她任凭预警 把她拽起来 重新关回监狱 她的爱情 事业 人生全部毁掉了 或者说 她这些年拿到的一切 真的属于她吗 再后来 我和顾长青结婚了 顾长青忍辱负重的 用美男记在敌方卧底三年 作为表彰 我也是时候给她点奖励了 奖励就是给她个名分 然后让她老老实实的卖身 给技嘉当长工 婚后的生活和之前 没什么区别 我和她住在市中心的公寓里 她比我先下班 我回到家 又能看到她穿着白衬衫灰西裤 腰上系着粉色围裙 站在厨房做饭 从门口看 她宽肩窄腰 身高腿长 看到我回家 她抬头 未雨先笑 俊朗的外表像画一样好看 欢迎回家 记得先洗手再吃饭